路见不平一声后,随着巴以战争的爆发,另一个深受以色列欺凌的黎巴嫩,已经开始向以色列发起炮击,并且双方已经展开炮战,在黎巴嫩武装的背后,就站着中东巨人伊朗,而哈马斯发言人也已经公开对外承认,这次哈马斯得到了伊朗等国家的支持,这让许多人恍然大悟,为什么哈巴斯出兵如此迅速, 并且是打法如此凌厉重创以色列了,虽然战争发生在中东,但是美国一刻也没有闲着,而是围绕这场中东战争,立即紧急动员起来,拜登、布林肯、奥斯汀等高官纷纷主动出击,发起了一场外交和军事支援大战,拜登多次发表讲话,无条件支持以色列,并两次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表态支持, 同时布林肯和沙特、阿联酋等中东国家电话联络,紧急协调立场,要求这些中东国家不得支持巴勒斯坦, 美国已经摆出了一副随时参战的架势,相信看到这一幕,乌克兰著名炮灰泽连斯基心里是五味杂陈, 原来以色列才是你美国的亲儿子,乌克兰被打到现在,什么时候享受过这种武器待遇,之所以如此卖命的支援以色列, 因为美国很清楚,如果以色列在这次中东战争当中彻底沦落,那么美国在中东将再无立足之地, 因为在美国的心理,早就将以色列看成是自己家在中东的一块飞地, 所以说美国哪怕是已经日落西山,也不可能看着以色列倒下,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, 那就是如今的犹太资本就无处不在,对美国许多领域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, 要知道在第五次中东战争的时候,以色列独占中东多国,美军战斗机图上以色列的标志直接参战, 要不然你以为以色列单挑中东多国,能赢得这么轻松吗? 而如今实力大不如从前的美国,虽然派出军队以及航母奔赴中东, 但是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,因为此时的美国,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如日中天的美国了, 因为此时的美国正在为援助乌克兰交头烂了,俄罗斯也即将发起东际进攻, 此时本来就已经苦苦支撑的美国, 如果再开始大批军援以色列,那对美国政府来说,面临着直接关门的后果, 况且这次伊朗、沙特、埃及等国家都已经站出来, 旗帜鲜明地支持巴勒斯坦, 美国重点拉拢的沙特, 更是直接批评是以色列导致了这次战争的爆发, 要求以色列鞠躬反省, 再加上中国已经表态, 落实此前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协议, 才是问题的癥结所在, 可以说是一语点到了巴以问题的核心, 正是你美国和以色列等西方国家打压巴勒斯坦, 不允许人家巴勒斯坦独立建国, 并且大量蚕食巴勒斯坦的领土, 人家巴勒斯坦不反抗才怪, 而深陷美元以及金融危机的美国, 此时正想要破局和沙特, 以及中国之间的关系, 希望通过大国之手, 缓解美国的经济危机, 而如果美国此时突然出兵中东参战, 必将会引发中东多国的加入, 如果中东大战有此大小, 那是将会使得能源价格急速飙升, 这对本来就已经物价高涨的美国来说是雪上加霜, 再加上由于无人机, 以及导弹等武器装备的不断升级, 一些中东国家的战斗力也开始增强, 我们看到这一次哈马特突出骑兵, 并直接使用无人机, 对以色列多个军事基地发起袭击, 以色列大军甚至根本来不及反应就直接被拿下了, 虽然以色列仍然在中东占据绝对优势, 并且有可能拥有核武器弹, 但如果在美国不出兵帮助以色列的情况下, 中东国家集体唯有以色列, 以色列根本没有任何胜算, 长期以来以色列军事实力, 只不过是被神话罢了, 据媒体报道, 这一次以色列的死亡人数, 应该远高于以色列公布出来的人数, 这对以色列50年的历史来说是首次, 所以说以色列必定要报这个仇, 当前以色列已经四个师齐聚夹杀, 对加沙的总工已经打响了, 但如何再打击巴勒斯坦武装, 而又不让其他国家介入, 这是一个考验美国和以色列共同的难题, 如果仅仅是巴勒斯坦武装战斗, 那么根据美国欺软怕硬的特性, 有可能会派出战斗机参加空袭, 但是如果在伊朗、埃及等国家卷入进来之后, 恐怕美国也只能为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了, 从这一次以色列宣布大量征兆预备一来看, 以色列面对的挑战并不小, 以色列总理内达尼亚胡也已经罕见的对外承认, 已经做好了艰苦而长期作战的准备, 但是从以色列总理的发言当中也能看得出来, 这次有可能以色列已经做好了彻底占领加沙的准备, 中东火药桶也已经彻底被点燃了, 那么拜登三年战略成果毁于一旦, 2021年1月20日,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, 然后在三年间野心勃勃地推出了, 堪称纵横百合式的战略宏图, 而这些战略中90%以上的内容, 是基于遏制中国的目标所制定, 但这一切战略成品或产成品, 在2022年2月24日, 俄乌大战毁掉了根基, 在2023年10月7日, 再被哈马斯炸弹了翅膀, 拜登所谓印太战略毁于一旦, 美国将在俄乌, 中东间首尾难顾, 最终失之桑东鱼, 亦失之桑鱼, 唯一可确定的是台湾当归,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经常诗语, 步履蹒跚的老人, 拜登上台仅三年, 但他一手打造的用来遏制中国的系列战略, 皆稳如老狗般的推进, 并且从形式上几乎都得手了, 比如印太战略就是执行的非常到位, 让日本韩国抛弃历史夙愿而紧密团结, 让印度加入美日印澳安全机制小圈子, 让菲律宾成功成为南海的一只上蹿下跳的湾猴, 将台湾诱入动物谱系, 化成豪猪岛, 在纵向方面, 拜登履入中东, 劝赫以色列于沙特, 尝试打造印度、中东、欧洲的经济走廊, 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, 然而真可谓使人算不如天算, 拜登花了三年时间搞出来的战略大框架, 竟然是在一夜间崩塌,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, 顺之者昌, 逆之者亡, 在宏大的历史趋势中, 美国那一套基于规则的秩序就是个鬼, 所以现在这个时空是不同的, 比的不是什么战略了, 而是一种更高层级的东西, 专业说法是历史大事, 通俗讲就是运气, 在这方面绝对是东升西降, 美国的好运已经用得差不多了, 现在以色列大军已经全线集结, 整整十万以军将袈裟全面封锁, 禁止一切人员流动, 对加沙断水, 断电, 断粮, 加沙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孤岛, 以色列接下来想干什么, 毫无疑问, 以色列这次一定是要干一票大的, 全面占领加沙, 全面消灭哈马斯,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要改变中东, 让加沙变为荒岛, 以色列的最终级目标是要对巴勒斯坦进行灭国, 美国现在所有在做的事, 大家都能提前想到, 比如宣布全力支持以色列, 比如迅速派出航母战斗群进入地中海, 因为以色列说穿了就是美国的阿卡留斯之种, 是美国的命门, 避救, 美国不得不为了以色列放弃自己的战略, 捆绑上自己的前程, 但问题是美国已经不年轻了, 并且他面临的问题又是那么显而易见, 谁都知道, 当乌克兰和以色列都落水时, 他只能先救以色列, 而能不能救上来还两说, 而现在就是有一些人比较歉, 比如菲律宾, 蔡英文之流, 还以为这个大树永远不倒, 主动跳进海里让美国救, 没看到拜登现在连自己的步伐都控制不了, 更可笑的就是这个蔡英文, 还在所谓双世界上幕侯而灌斑的煞有皆是的演讲, 他声称台湾现在是世界的台湾, 无论在地缘战略, 国际供应链体系, 我们都是最有效率, 有可靠, 最安全的合作伙伴, 他可能忘记了美国要在关键时刻炸掉台积电这事, 不能一切会认为, 请接下来自行打败撰的 PiS, 请接下来自行打败的区别的区别的评估,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节目, 我们还是要按照片了, 你们两个人可以接一下, 您的名牌区会算倍台湾的高写地, 您的侯您可以订阅这个美国要打败的体验,